美国疾病控制防御中心本周在达拉斯已经确认了本土的第一宗伊波拉病毒病例 使整个德州的医疗系统已经采取了全面的应对措施 由于目前尚缺乏对该病毒的有效治疗 更有人担心伊波拉病毒会大面积策略 日前 休斯顿布什机场已经对乘客登机前采取扫描筛减程序 以发现病毒 防止病原传播 尽管有许多乘客对扫描设备的有效性是产生怀疑 但是机场的系统官员表示 筛减系统对于发烧和病毒感染的乘客能够有效筛减 同时 一旦发现乘客被病毒感染将会第一时间送往急诊室就医 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德州医疗中心也做好应对准备 医疗中心的医生 护士和工作人员已经针对伊波拉病毒的实际演练 德州儿童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也制定出严格的治疗程序 一旦有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病人求诊 就能够立刻采取处理措施 针对如何预防伊波拉病毒 休斯顿黄金医疗中心休斯顿赫门纪念医院的利怀广医师强调 伊波拉病毒是接触性病毒 因此 社区民众要注意自身的皮肤的完整性 养成勤洗手的卫生习惯 尽量减少人多场合 如果出现发热或者是感冒症状就要及时就医 应该避免和伊波拉病毒的病人发生身体密切接触 尤其是与其体液的接触 在家人照顾的病人时 应该要戴上手套和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 探望住院的病人以及在家人照顾病人之后要及时洗手 同时 一旦有人遇到感冒发烧或者是恶心呕吐等症状 一定要及时就医 不要恐慌 故意大家要给予高度重视